毛泽东当年赞成台湾独立 今天中共却坚持对台湾拥有主权 这种立场转变 显然是利用了国民党 反对台独坚持内战的主张 可以说当年国民党未经台湾百姓同意 将台湾卷入国共内战 妄称台湾和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是造成今天两岸问题的根源 很荣幸能够对这个研讨会的举办 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两年前从放弃新加坡国籍 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主要目的就是要抗共保台 那我们晓得国共的内战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两岸问题的起源 那么二战结束后 因为美国中途停止 对国民党的支援 那么恶果全力支援共产党 所以导致国民党战败 那么蒋介石先生呢 率国民党的部队跑到台湾来 1949年10月1号 中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3月1日 蒋中正在台北复兴逝世 形成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么1950年韩战爆发 那么美国总统杜鲁门 立刻发表台湾海峡中立化的声明 于6月27号派遣海军第七舰队 巡访台湾海峡 阻止中共趁袭对台攻击 同时阻止中华民国反攻大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台海两岸 左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先建议称他们为中共国 不要称为中国 那么右边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们可以称之中台国 这两国富不隶属 延续至今已经长达74年 二战时候台湾为日本领土 二战后为美国占领地 因此美国杜鲁门总统 制定之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 我认为应该具有国际法的效力 二战时 中美英苏式同盟国 蒋介石1943年 开罗会议的时候 以中国领袖的身份 要求台湾澎湖战后 归还中华民国 获得美英的同意 并写入开罗宣言 和其后的波斯坎公告之中 1943年 中共国尚未成立 所以开罗宣言和波斯坎公告 所指示的是中华民国 跟中共国无关 开罗宣言及波斯坎公告 仅属异象声明 而非国际公约 并无国际法效力 1951年 日本与其他48国 签订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虽同意放弃台湾 澎湖主权 但未同意将台湾澎湖主权 划归给中共国或中台国 1943年 美英在开罗 所以同意二战后 将台湾主权归中华民国 吸引中华民国国军 在对日抗战中 欲学苦战牺牲重大 对日军发挥牵制作用 因而助使美军 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 从未认真作战 只图自身之壮大发展 最后还因此缘故 叛乱成功 推翻了真正抗日有功的中华民国 所以中共国以 开罗宣言或波斯坎公告为依据 宣称拥有台湾主权 不仅毫无理由 而且厚颜无耻 自1950年至今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已经独立且有效控制了台湾 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 而且经济发达 社会稳定 符合国际法上 主权独立国家政府 能长期有效控制的标准 由1996年至今 台湾已经成功实行总统直选 长达28年 有效做到了 民主国家的主权在民 等同于完成了 国际法上民族自决的独立程序 因此中华民国台湾 的主权独立毫无意义 今天两岸虽有主权争议 主要是由于国民党 渡海来台后 还想持续内战 以反攻大陆光复核山 所以国民党反对台湾独立 因为如果两岸互不隶属 国民党就没有理由 持续进行和中共的内战 国民党因此喊出 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口袄 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在洋洋的广播讲话中说 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我们赞成台湾 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 毛泽东当年赞成台湾独立 今天中共却坚持对台湾拥有主权 这种立场转变 显然是利用了国民党 反对台独 坚持内战的主张 可以说当年国民党 未经台湾百姓同意 将台湾卷入国共内战 妄称台湾和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是造成今天两岸问题的根源 更严重的是 当年两奖反独是为了消灭共匪 然而时至今日 一些国民党高阶分子 如马英九之流 反独竟然是为了附和中共 近日马英九说 台湾人应该相信习近平 赖清德总统就职时说 两国富不隶属 马英九立刻跳出来反对 认为说 我们只能说两岸富不隶属 不可以说两国 今天两岸问题 只要国共两党不再坚持内战思维 共同尊重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及1976年生效的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 承认两岸两国富不隶属 两岸则战争阴云 这可以立即消失 两岸人民可以在复进复诅之下 共享和平繁荣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 国共两党不知今夕何年 还在反对台独 还坚持两岸处于内战状况 让两岸关系紧张 世界局势不安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 人类文明有着惊天动地的飞跃 我这里有一张图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长达一万年农业社会 人类没有经济成长 那么19世纪 工业文明开始带动 人类的经济成长 1947 1945年二战后 人类社会经济成长一飞冲天 那么这个图大家应该知道 实际上是二战前后 我们看到世界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那么为什么战后可以经济一飞冲天 比方说台湾1950年 个人国民所得只有150块美金 现在超过3万多 成长200多倍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战后科技 急速进步 科技带来我们点时成金 无中生有的能力 所以造成经济的大幅成长 那么这个图显示说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大幅成长 其实是英国美国两个带动的 我们看17世纪开始 英国带动世界的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变成美国 领导大家经济发展 所有跟着美国分工合作的 都负责参俗的进步 反对美国跟美国背道而止的 是例如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 它的经济是完全破产的 那么中国今天 所以有一些经济进步 是因为1979年以后 跟着美国跑 所以造成的 那么英美所以能够领导世界的 经济进步 是因为符合了我们启蒙运动 所主张的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 个人财产 这个自由的保护 然后世界大家分工合作 所以造成这些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的成长 要感谢 18世纪带动启蒙运动 所带来的所有的精神想法 那么随着这种智能和经济的 高速发展 二战后 主权在民的独立意识 也跟着蓬勃发展 那么1945年 二战结束的时候 全球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60个 今天增加到195个 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所以政治上走向独立 是全球文明趋势 追求大一统 就是旧日帝国时代的 弱武思维 遗憾的是 中共国至今还不放弃 大一统农业思维 坚持要吞并台湾 2005年 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 将侵略台湾写成其法律 2018年 中共变本加厉 竟然修改宪法 声称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意图直接没收 台湾的领土和主权 在之前 中共还比较客气 说台湾大陆 同属于中国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2018年 习近平取得 终身执政权以后 就悍然 把台湾领土 直接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这种 把台湾的主权领土 直接没收 这是相当的霸道强悍 那么 近两年 中共频频在台海进行军演 威胁台湾 本年6月21日 上个月 中共公布了所谓 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意见 对不赞成统一的人 进行公然恐吓 我看了半天 我是 一定是被死刑的 针对中共对台湾 一系列的法律战心理战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如何因应 应该是我们本研导会的主题 如果我们能让中共了解 其所作所为 不符合当今国际道德和规范 危害世界而且得不偿失 或许可以减少其侵略台湾的气焰 终止其进一步的危险行为 这是我想 我对今天研讨过的一个期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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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